各位弟姐妹大家好,我們開始這個零收分空的時間 這個是一年讀經的計劃,我們今天讀《耶利米書》第10到第13章 首先在第10章裡面,這一章來講到很多不法列國的行為 包括他們的風俗都是虛空的 這一點我們必須交代一下 信徒或當代的以色列人,他們並不是一個故暴自封 去拒絕、去連繫和其他民族,不相往來,並不是那種 以色列和列國其實他們的關係很微妙 在神的眼光和計劃並沒有局限在以色列人當中 這樣才知道他們想說什麼呢 就是講到他們的宗教風氣和那種拜偶像敬拜的一種風俗 是指到這方面來講的 先知說你們不要怕他們,這是人所做的偶像 他不能夠去降禍,亦無力去降福 在第5節裡面說 相比之下 神是沒有能夠去比較的 在第6、第7節裡面 是這麼說的 我會說 沒有能給你的 你本為大 你大能大力的名 萬國的王啊 誰不敬畏你 敬畏你本是合而的 因為在列國的智慧人中 需要有政權的尊榮 也不能夠給你 不能夠從來相比的思考 先知也很細心來描述到 這個人手所做的偶像的過程 就好像比我們看著這個古代 就是偶像的16片一樣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為耶和華是真神 是活神 是永遠的王 他也是這個創造主 創造的背後 他顯出神的智慧 聰明和能力 在神的眼中 以色列人是他的產業 我們也是一樣的 我們從起初 從根本都是屬於上帝 神是要以這個審判 去攻擊那些拜偶像之文 在這裡 這個所謂拜偶像之文 是直指到猶大人 他們必須要遭這個損傷 遭破壞和四散 敵人是要從北方來到 去攻擊他們 而尼米雖然是一個先知 但他並沒有袖手旁觀 所以在第九章裡面 我們都知道 這個先知是一個淚眼的先知 他流淚去痛哭他的百姓 在這裡我們看到這個先知 是一個什麼呢 是討告的先知 他不單止去痛哭 他也是引起 他來討告向神呼求 我們經常說 窮則呼天 痛則呼父母 而在困苦裡面 就讓我們呼喚這個全能的上帝 因為他會垂聽我們 來到第十一章裡面 這一章 他接觸的是第四個訊息 他指責猶大他毀虐 神說 不聽從這藥之話的人 必受咒助 在第三節這樣說 這個藥是根源在出埃及其 神被以色列的百姓 去到一個流乃雨蜜之地 他們要在這個地上 去聽從上帝 作上帝聽命的百姓 這個是從列祖的誓言裡面 已經講起 直到今天成為他們的藥 這個是從未改變的 但是歷史顯明了 就是這個百姓 是一個劣民 是一個環境叛逆之文 第八節裡面說 他們不聽從不得意而聽 竟隨從自己環境的惡心去行 因此神去按所提的咒助 去報應他們 咒助包括各樣的災禍 其實別神也救不到他們 當提到這個神是不能救他們的時候 先知重複一句說話 他這樣說 尤大雅你的數目 和你的城裡面的數目是相等的 在第十三節 既有回覆到他在第二章 第二八節都這樣說過 換句話來說 用我們今天的畫 就是他們滿城神佛 他們在神的墊裡面去作惡 這裡說 你在我的墊作什麼 你作惡就起落 這裡提到 他們喜歡去拜祭這個巴力神 不單止這個巴力不能夠救他們 反而去惹動神的法路 從這一章第十八節開始 我們看到全港神語的先知 耶利米 他竟然成為一個眾矢之的 成為一個攻擊的對象 那些人要阻止先知去說語而言 結果 就是這些難了的人 他們的威嚇 說耶利米你去死 但最後死亡的 竟然臨到這些威嚇先知的人 其中提到就是 耶利米本族裡的阿拉特人 最後我們可以注意一件事 先知耶利米受難阻的情況 使我們想起 以書下的受苦的仆人那一幕 先知提到宰殺之地 又提到從活人之地被剪除 你留意第十九節 這是不是令我們想起 以書下的第五十三章呢 受苦的仆人有很多 有慰度而受攻擊者也不少 主耶穌最終就是 一個明正言順的受苦的仆人 去救贖 他來到對人類的貢獻 是充分顯露出來的 但我們信靠神的人 我們在強權的威嚇 或者在敵黨真理的人面前 其實我們都要預備 作受苦的仆人 求主給我們一種膽量 和罪主的忠心 使得我們肖像主 這位受苦的仆人 在第十二章裡面 從這一章起手 耶利米先知去問神 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 大行鬼詐的為何安逸呢 在第十二章第一節 其實有時候我們很有信心會說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明 亦不要向那行不宜的生出疾導 我們很多時候用信心去宣告 我們很多時候用信心去宣告 好像這個詩編第37篇第一節 或者73篇第二節所說 但也很多時候 我們得誠認就是 我們會起了疑問 我們可能有疑問多於信心去宣告 我們被誣告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 站在我們這邊 可能只是神自己一個 在先知的面前 通國的上下都敗壞了 地就在悲哀 好像受不了了 所以他哀哭 嘆息 在第四節裡面這樣說 他說這個地 悲哀 通國的青草枯乾 要到什麼時候呢 大地因為罪而受到影響 其實從創世紀第三章 就可以清楚看見 第三章第17到第19節 先知阿摩斯都有類似的記載 另外我們再看到 上帝用這個我的產業 來形容他的百姓 也預指到在屬臣的土地上 或者地上的居民 用我的產業 遍地要造反 木人要造對 就這樣地就變為一個 荒涼的曠野 平安之地 他竟然來了滅命者 遍野 不得平安 在這裡他也說到 他所耕作的 會變成套路 無所收穫 記不記得在第一章第十節裡面 記不記得在第一章第十節 提到拔出 或者建立這些用詞 在這裡 在十二章裡面 提到神要將那些承受產業的 來趕走 將他們拔出土地 但後來神也不忍心 又將他們重新栽種 依靠耶和華 在這裡所講 是指到向永生 起誓 依靠耶和華的必再被建立 要拔出又被建立 存在乎這個百姓 如何去回應上帝審判的分詞 今天也不例外 這不是得救的條件 而是委身的態度 第十三章裡面 這章提到 是第五個審判訊息 是壞了腰帶和酒情 來作為遇到故事 上帝除了說預言之外 上帝有時候會叫先知做一些活劇 而他的信息 在這個人群當中 透過活劇 是更加鮮明 更加有威脅力表達出來的 神要先知 他將腰帶藏起來 直到他老舊變壞的時候 才拿出來 去顯示給百姓知道 神是要敗壞那些驕傲的猶帶 因為他們隨從別神 第十節說 他們必將腰帶變為無用 有些神語 其實本來是福音的話 本來是一個應許 但是當人不去聽從 其實這個所謂的應許 就是白白的作廢 二綴下書裡面有句說話 他說 你們得力就乎平靜安穩 得救就乎歸還安息 這句說話 到這為止 百分之一百是一個應許 但結果如何呢 先知說 你們警治不肯 這個在二綴下書 第三十章第十五節 將一個應許變成一個什麼 當他不遵守 不去重視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咒座 浪費了這個神的心意 同樣道理就是 在這個耶利米先知裡面 他說 我亦都使以色列家 和猶大全地去貼緊我 就好像腰帶貼緊這個身一樣 好叫他們屬我為子民 使我得明星 得重贊 得榮耀 接著說什麼 本來這個應許 但結果就是 他們卻不肯聽 這是在第十一節所說的 因此腰帶 是第一個譬如 要我們去注意他們那種環境 不聽神的應許 第二個比喻是什麼呢 是一個酒情 就是他們去飲得冥頂大罪 以至他們彼此相碰 相碰 相碰是相衝突 結果就是怎樣 神不可憐 亦都不顧惜 以至去滅絕他們 先知他要百姓的質疑聽 除去驕傲 在第九章裡面提到這個 哭音的先知 這裡提到一個傷心的上帝 第十七節裡面說 我必因你的驕傲 在暗地哭泣 我眼必痛哭流淚 因為耶和華的群眾被老去了 就好像媽媽打完小孩子 這個媽媽自己本身 就在暗角裡面哭泣一樣 耶和華去立你們所交的朋友為首 核製你 那時你們還有什麼話說呢 這是第十一節所說的 你所交的朋友為首 大概是巴比倫說的 同時 這個以色列人可能會問 這一切事為何臨到我呢 這句話正如在第六章第十九節 一個文句相似 但我們其實清楚不過 因為第二十二節說 他們的罪甚多 他們的忘記神 依靠虛假的偶像 最後一句說話裡面 他說耶路撒冷啊 你有和尿 你不肯結靜 還要到什麼時候呢 這句說話是耶利米先知 他不單止對猶大講 也都我相信就是聖靈在我們心裡 去對我們產生的迴響 我們是否去結靜自己 當我們不肯去結靜自己的時候 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求神正在今天的福音會訊息 和律法式的控訴 來去提醒我們 去威嚇我們 去讓我們去歸回上帝 以致我們靈修 產生一種聖結的作用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以上就祝福大家